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現在呢 我就接著大家來講 首要讓人在這邊講 就是江山逆改本姓男女的一個例子 當然這個例子呢 也不是一個故事 這個是發生在我本身的 就是最近這幾天發生的 今天好像是2018年 11月21日 就這兩天發生的 那給各位評評理嘛 有時候我在想 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本將心向明夜 奈何明夜照過期 有時候我覺得說 我們真心患結情 我經常會發生這種情形 可能是我的個性死難吧 當然呢 其實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早就知道這個道理 就是對人第一個要禮貌 沒有錯 第二個 遇到人渣 或是比較自不同道不同 自不同不相為謀 道不同不相為謀 那 這個呢 就要採集規避 保持距離的方式 季節的方式 那當然要看 甚至保持謠言的距離 總不見面也沒關係嘛 道不同不相為謀 是不是 那就是這樣 我以前在年輕的時候 十幾歲 還不到十五歲 那時候 很小 我有一個老師 那個老師他好像 像我記得是弟弟老師 你的 長得端莊賢淑 那時候是漂亮 現在 說實在 可能已經非常老了 那人生就是這樣 那麼多年的往事 我想起來 他有一次跟我們講說 他有去參觀某個學校 他發覺說亞巴 會幾乎瞎子 他說真的人性本能 那其實我也是 那時候聽了有點 有點受到驚嚇 那經過幾十年以後 那經過幾十年以後 我覺得那個人 那個老師 跟我們講的 在課堂上跟我們講的那個 是對的 真的有時候是這樣 像 我昨天 在那個 帶我的小孩 這個小孩 這個碩士台 我為什麼有時候叫捨花浪人 就是 其實也是認命的 捨花 我也不想要 有多大的成就 因為有時候 就是自己有最壞的打算 因為我有一個 重度殘障的兒子 所以他是 相當嚴重 啞巴 然後需要餵食 他自己沒辦法自己吃飯 有陽天空 那時候花皺頭的時候 一天一百多 多次 還好現在醫藥化他 把他叫回來 然後 要 二十四小時都要包著瞄部 甚至我半夜 我起來尿尿的時候 我都要 檢查他尿部有沒有事 是這樣的 那他的致命 大概在一歲以下 那這個沒辦法 天地不能 一萬五 為 善無聖前不掌命理知識 今日如是 其人能 禮匹帶法則 而自保護 好我也是算了 任命了 這個就是 我昨天 就是要送他去 上課 說實在 有時候為什麼 不想讓他去上學 也是這個原因之一 有時候會覺得說 會碰到一些狀況 上學的話 像以前他念小學 現在念國中 都有受傷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 亞巴欺負蝦子 這種 這種 情況 類似這種情況 當然 我們那邊是沒有亞巴 有亞巴 我兒子就是亞巴 啊 蝦子他是沒有 他看得到 但情形就是什麼 弱者會欺負 比他更弱的人 這種情形會發生 那現在 現在我今天 我在搭電梯 我大概要去上課 上課 上課要搭電梯 電梯以前我有教 他也有教 我九樓的一個字幕 他也下來 他到他女兒 他女兒是什麼 一個大姐 其實說實在 他也沒有大我幾歲 不是真的是大姐 他女兒拿了拐杖 他是考那個殘障特考 殘障特考有加婚 所以他高考 聽起來很怕 那說實在 是正如在cover他 在沿路他 他才繼續有工作 他是用那個婦抗巴士 他平常有跟我聊 我為什麼不用婦抗巴士 我說婦抗巴士 要五天前 一個禮拜以前 就要議定 那很麻煩 有時候我明天 就要帶小兒子 去哪裡玩 或是幹嘛的話 對不對 臨時決定 所以我都 自從我的車子被偷了以後 我就是 那個搭計程車 或是我自己 自己叫那個 包車 對不對 要去哪裡玩 那沒關係 包車 甚至請個司機 就是給他錢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比較簡單 我車子 被偷了以後 我就想 算了 我不想再買車了 買車比 養一輛汽車 比養一個小孩貴 說真的 是這樣 當然 就是說 我這個傳統 我帶他去大電梯 我碰到他 他也帶他女兒 裡面有多少人 四個人 三個大人 一個小孩 另外還有 別的樓層 他帶他小孩去上課 他說 他就跟我講說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下一班 反正你也不趕時間 我聽到這一句 我就覺得 很不爽 然後他那個大姐 就是電梯門關了以後 因為我們這個設計小小 我還聽到他 繼續在跟另外 就是那個 父子在聊天 他沒有趕時間 不知道要來幹什麼 我一聽就覺得說 這個大姐講話 說實在 不太有禮貌 因為其實我叫他大姐 他沒有大我幾歲 說實在 根據一些朋友在講 說我的看起來是比 十幾年齡 年輕 年輕十多歲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是看起來別人年輕 我也是禮貌叫他大姐 他不一定比我大 就算他比我大也大 我沒有幾歲 對不對 因為我曾經有 碰到有一個 他小我三歲的 他說 那時候還不熟嗎 出錢 他說 我本來在以為說 他跟我講 我本來以為說 你一定小我至少十歲以上 天啊 那你大我三歲 我說 因為我像我媽媽 我沒有功勞 這基因的關係 不是說我特別保養 吃到什麼鮮丹靈藥 這樣 我就跟他講 所以這個大姐呢 其實他並沒有大我很多 但是他怎麼樣 他就是跟我講說 你搭下班嗎 其實我心裡在想 我有交電梯的錢 你也有交嗎 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四個人 當然我也是重算 好我搭下一班 我不是說很堅持 因為我知道我的輪椅 我推回了兒子 輪椅進去的話 好像有點太急 但是其實 一般人都會讓我趕快 閃出一條路來 而且說實在四個人 其中一個還是小孩 那我這個輪椅再進去的話 輪椅不是很大 我那個輪椅 還可以 對不對 也沒有人會有意見 他突然講這樣 所以我下來 我就碰到他了 我說 大姐 你不能這樣講 你說 你在趕時間 你又要趕去上班 對 我說 難道你女兒賺錢 要分給我一些嗎 我說 難道我兒子 沒有比你的兒子可憐嗎 其實有一次 他跟我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一定講 他女兒怎樣可憐 什麼 我說 拜託 你不要跟沒有腳的人說 你沒有新鞋子穿很可憐 我說我這樣講不過分吧 我的兒子比你的女兒 嚴重很多吧 可憐很多吧 他還沒有講 所以這種人就是 他比較自我衷心 他都一直 他想不到比一個 我們比他更可憐的人 他一直跟我講說 怎樣怎樣 他女兒多可憐這樣 所以他這個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怪怪 但是也是還好 有一次他女兒 他拿拐杖那個女兒 突然腳這樣 麻麻的 好像在滑斗這樣 我知道他那邊的狀況 他那種狀況可能比較嚴重 當然我趕快伸出手去 幫他扶著 上那個 富康巴士 他用富康巴士通勤 去上班 說實在這個是公家的這點很好 就是cover他嘛 掩護他嘛 不然你在私人機構 早就叫你滾了 對不對 沒有什麼 太大的作用講不好聽是這樣 那當然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他就是 我有幫他簽嘛 但是我在想說 其實我平常對他不錯 然後多年來也說 大家也沒有什麼 其實我這樣他也沒有跟我道謝 我想算了 這個小事 反正這個棘手之勞 何樂部 何樂部 他也從來沒有跟我講說 謝謝怎麼樣 也沒有說點個頭還怎麼樣 只是笑一笑這樣 想說算了 老人家 管他了 沒有禮貌是他家的事 我自己有禮貌就好了 所以想不到他昨天跟我講這樣 講這樣說實在我聽了覺得很不高興 我就馬上跟他講說 大家都有交電梯的錢 你說叫我搭菜班 我也說好 怎麼我聽到你 他好像在跟別人講 其實他怎麼樣 他有十次裡面有九次 甚至一百次裡面九十九次 都是當那個 護鋼巴士的那個司機在等他 其實護鋼巴士的司機 他那個護鋼巴士 很奇怪每天都不同人來 他們可能有交接班什麼 有的是很好 有的他根本就是坐在那個 駕駛座上他不會下來 你自己把你女兒牽上來到後面 這樣就好了 有的人他個性怎樣 那有的甚至花老燒 花老燒我剛好在那邊等 因為我的個性是 十次裡面有九次 我等那個交通車 學校的交通車來 當然那也是外包的 我不喜歡說讓別人等 除了很特殊的例外 譬如說我的小孩子剛好大便 或者怎麼樣要處理 大便處理後就很臭 乾脆給他洗個澡 可能會晚幾分鐘 我大部分都是比那個 因為約定的時間太早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手持很重要 不要讓人家 浪費寶貴的時間 所以我的個性是 十次有九次以上 都是我在等對方 對不對 這個大便不一樣 他是十次有九次以上 都是這樣對方在等他 所以對方有時候 他會花老燒跟我講 我就跟他講 算了 反正就是這樣 他也是可憐這樣 我們那時候講說 那我們就當作做功德 大家笑一下 但是其實那個時機很神奇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想想看 有時候我在想說 有時候我會感覺說 我不太想讓他去上學 當然跟老師無關 現在學校老師也是很不錯 實際上 對我的小孩也很關心 那問題是其他的同學會欺負他 也有可能 這不是也有可能 已經化身了 他受傷過兩次 一次在小學 一次在國中 對不對 這個不是說 我有時候不想讓他上學 像這個想不到在上學 要搭電梯的時候 換到一個白夢的 跟我講這種 不中聽的話 那現在我說實在 周某人也沒有太客氣 我也是多歲人 以後女兒 你女兒怎樣 我不可能過去牽他了 你自己搞定 你如果搞不定 你趕快叫你老公下來 兩個幫他 對不對 為什麼 男女受受不親 要講大家來講 我不能碰你女兒 男女受受不親 我腳翻了 我來起翻 我開始亂講 我就是不幫你啊 你自己牽 沒有我的事 是不是這樣 因為禮尚往來嘛 來而不往回禮耶 你對我不客氣 我對你客氣幹嘛 大概是這樣 娜娜娜娜講了一大堆 很抱歉 花頭燒 舍花讓人 謝謝各位 聽我花頭燒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